非洲国家赛舍尔 对于刚到塞舍尔的人来说 肯定会对街上这些女同志的形体印象深刻 没错都很丰满 而且此地对美女的要求就是丰满性感 说白了就是前居后翘啊 人家这儿可不流行脱板型的瘦身材 同样的帅哥标准当然就是肌肉男了 您看就是得长成这样才最受女性欢迎 但是在赛舍尔最受男女老少都带见的东西 就是刚才最早给您看的那物件了 您瞧 我们去赛舍尔的同事 个个跟追星族一样 疯狂的跟他合影了 其实最觉得要数这赛舍尔本国出售的明信片了 那是既突出了特色 又让人过目不忘 大家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呀是赛舍尔的国宝海椰子 这跟咱们国家的熊猫呢 是一个待遇 是人家的国宝呢 你看啊 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呢 这是原来青的时候的样子 我手里拿的是把青皮剥开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形状 人家这儿这个海椰子呢 是分公母的 你看我手里 拿着这个圈挺形象的 绝了 真是太绝了 头回听说这椰子也分公母的 而且这母椰子长得也太有女性特征了 那公椰子也长成什么样啊 要不说神呢 您瞧这公椰子长得 简直是让人无话可说 更神奇的是 这公椰子树肯定会和母椰子树并排长 而且但凡其中一棵被砍伐了 另外一棵就会悲壮的殉情而死 这种有情有义的植物 全世界可是只有赛事儿才有 而且数量不多 现在只有普拉兰岛的五月谷国家公园里 还有四千多棵海椰子树 所以是当之无愧的赛事儿国宝 和中国的国宝熊猫一样 海椰子也成了赛事儿的标志 您看 这护照上盖的戳是海椰子 商店里卖的钥匙扣 画包 戒指 项链 也是海椰子 就连这喷泉都是以海椰子为主题的 其实最经典的是当地人的一句玩笑话 说你看我们这儿 满大街女人背后不都有一个海椰子吗 嘿 要不说这赛事儿人天性乐观幽默呢 还真能拿自己打茶 不过都说咱老北京讲究礼数 同样的 人家赛事儿人在礼数上也有讲究 赛事儿人都非常的热情 你走在街上如果他们看到你 都会主动的跟你打招呼 抱一微笑 不过赛事儿人大部分是从非洲移民过来的 还保留着当时的传统 他们打招呼也是不能乱打的 这是有讲究的呢 比如说两个人见面了 一定不能直接把手伸过去 要先招手 然后呢再握手 为什么呀 因为呢 这个手里要表示 没有石头 没有武器 才能伸过去握 这是传统 这是传统 在赛事儿呢 看他小朋友啊 一定不要先摸到他的头 虽然他特别的可爱 可以跟他打招呼 拍拍他的肩膀 因为呢 摸头的话 是对小朋友不礼貌的表现 好大油 特别可爱啊 再见 在赛事儿摸小孩的头是不礼貌的 但是有一类人的头您是不得不看的 瞧 就是这些戴帽子的男人们 赛事儿啊 处在赤道附近 常年的温度都非常的高 但是你走在街头会发现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啊 大热天的 有的人他不嫌热 戴一点厚厚的毛线帽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诶 这儿就有一个 我看 嗨 说起非洲国家赛事儿 我估计很多朋友啊 都是第一次听说 如果您熟悉这时政新闻的人啊 可能就知道了 在2007年的时候呢 胡锦涛总书记在非洲八国的访问当中 他最后一站去的就是赛事儿 赛事儿啊 还有很多世界之最呢 今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去 非洲国家赛事儿去好好地去转一转 好的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云南卫视 为您呈现的旅游新时空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刘莎 刚才啊 在片子当中 我们最后一个提的问题就是 要去看一看他们戴的帽子 那就是赛事儿男人 这大热天还戴一个毛线帽 究竟是为什么呢 来 让我们一起去揭晓答案吧 非洲国家赛事儿 到底什么样的女孩 能称之为美女呢 为什么当地人说 走在街上的女人身后 都有他们国家的国宝呢 三十多度的高温天气 为什么这些男人不先热 还要戴上厚厚的毛线帽子呢 同时一家人 为何肤色长相会大幅相同呢 远赴非洲 邀您供赏 魅力赛事儿 三十多度的大热天 这些男人们到底因为什么要戴着帽子呢 这帽子里边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哇哦 瞧瞧瞧 这么漂亮的头 而且这么长啊 你知道吗 他们的祖先是来自雅买加和非洲的其他一些地方 他们至今保留着当年的传统 什么传统啊 其实这个理念呢 跟咱们中国的一种思想呢 挺像的 就是身体发肤 瘦之父母 绝对不能剪的 而且呢 人家还觉得啊 自己的灵魂就在这头发里 如果剪了 活不就没了吗 那怎么行呢 所以一直留着 原来这帽子里头藏的是如此这般的头发呀 也是 大热天的 与其披着一头散发 还不如用帽子把它包起来凉快呢 不过这样的话 出一天汗也多味啊 据这位老兄说 他的一头绣发已经养了12年了 而且洗头的时候也是这么直接洗 另外您可别以为这头发是烫出来的 人家天生就长成这样 关于这一点您还别不信 看看这儿的小孩的头发 您就明白了 真的是天生就这样 这大概就是人种的问题了 不过光看这位老兄的肤色和长相 并不像非洲人 他没那么黑 也不是厚嘴唇 感觉有点像亚洲人的意思 这是怎么回事呢 到了非洲的赛雪尔呢 你肯定觉得呀 这里的人的肤色一定是黑的呀 没错 一开始啊 这赛雪尔这个地方的人的颜色 还真是黑色的 就像这个 黑咖啡 但是后来呢 各个地方的移民来到了这里 结果呢 大家就互相融合嘛 变成了什么 咖啡加点奶 这肤色 就这点 后来呢 来自欧亚非的人啊 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呢 民族融合的也越来越明显 这人们的肤色呢 就变成 奶嫁的有点多啊 变成了奶咖 所以说呢 你走在马路上 可以看到各色人等 不过呀 人家可都是地地道道的 赛雪尔人 还真是 你要在赛雪尔大街上 这么一溜达 绝对是全世界的各种肤色 都能看见 不过在赛雪尔居多的 还是这种所谓的奶咖肤色 当地把他们称为克里奥人 也就是欧洲人和非洲人的混血 走了 咱也别在大街上瞎溜达了 这些赛雪尔各色人等的问题 咱还是找个地儿 好好的让您开开眼吧 现在啊 我就带你去赛雪尔 一个普通人家看一看 他们家的家庭状况呢 就相当于咱们那儿啊 月收入1500块钱的家庭 在他们家走一走 看一看呢 你就能够切身的感受到 赛雪尔最平常的家庭生活了 不过人家告诉我说啊 到他们家以后 看见他们家人 你得先做好思想准备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一家人嘛 总得多多少少长得像吧 可您瞧这一家子 黑的黑白的白黄的黄 差得太远了 哎 这就是赛雪尔人的特点 大融合嘛 完全没有种族肤色的问题 这家人 四代以上就开始混学 混到现在 这俩小姑娘成日本人了 怎么回事呢 他们的父亲是日本人 母亲是赛雪尔的克里奥人 现在其实是住在 姥姥老爷家呢 说话间老爷子 要给我们看点东西 看看 哇 so big fish 克里奥人啊 很多都是以打鱼为生的 而且在赛雪尔当地啊 人们都非常爱吃鱼 你看啊 咱们这家就是 这么大一个冰箱里 全是大鱼 这么大一条大红鱼 我都从来都没见过 不过这种鱼呢 人家可不是自己吃的 是准备卖的 哎 今天来不来 可以医保眼福了 瞧瞧这大红鱼 真够沉的 哇 你看这么大一条鱼 大概六七公斤重吧 折合人民币呢 就一百五十块钱左右 按理来说还是挺便宜的 很沉啊 这么大一条鱼呢 和咱们中国的鱼家相比 这家人的生活 还真是不富裕 您瞅这家用电器 和这家具 都已经挺老挺就了 但一家人挺知足 整天过得乐呵呵的 同样的 在他们家的厨房 我们也发现了 更乐呵的事 这些呢 就是克里奥人 做菜用的调料了 我看了一下 觉得挺有意思的 竟然融合了 咱们中国各地的饮食特色 你看啊 这个 自然 新疆的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人家柠檬 海南人爱吃这种小柠檬啊 还有辣椒 四川人 贵州人 云南人都爱吃 你瞧 这个 蒜头 洋葱头 还有番茄酱 各个地方都用得着 这个 老抽王居然还在这发现了 一看啊 还是人广东产的 是挺有意思的吧 其实呢 他们这个饮食的特点啊 就是以酸辣为主 据说呢 最早是起源于 印第安民族 哎 看着这个 还真挺亲切的 据说这 珠江桥法老抽王 在塞士尔特别受欢迎 可谓是供不应求啊 这么爱吃酱油 饮食特点 又是好酸辣 还起源于 印第安民族 这克里奥人的口味 听起来可真够乱的 不过 看完了这塞士尔的 普通人家 您可千万别以为 这个国家很雄 要知道塞士尔 可是非洲最富的国家 靠什么最富呢 就靠旅游 世外桃源一般的 岛国风光 让塞士尔 成了世界上 最值得去的 十个生态国家之一 这里翠绿的桃林 清澈现地的海水 几乎不受污染的空气 以及被很多权威旅游杂志 评为最美 最干净的沙滩 让塞士尔 成为了当今世界上 最纯净的地方之一 怎么样 这儿的美景 是不是让您很心动 而且海边 长着这些椰子树 都不是一般的椰子树 对不对 但是人家这边 专门有海椰子树 这塞士尔的海椰子树 是他们国家的国宝 为什么这么昂贵 来我给您说一说 除了把它看作国宝之外 就是它生长的 时间特别的缓慢 一般来说 这海椰子树 要长二十年 才能够开花 但要结果的话 这时间就更长了 这结出来的果子 还要长六七年 才能够成熟呢 所以说 这物以稀为贵嘛 海椰子也就 非常的昂贵了 如果您在 塞士尔的海椰子树下 想要摘两个海椰子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为了旅游 这塞士尔的政府呢 还是把海椰子 投放到了市场上 所以那个价格是 可想而知 非常的昂贵 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风景 看到了一些片段 让您有了一些感触 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的 在塞士尔好好的去玩一玩 感受一下它们那儿的风情 世界上最小的首都 全市只有一个地方有红利灯 世界上最小的青蛙 陆地上最大的龟 最奇特的百年老店 你知道我现在要带你 去一个什么地方吗 不要着急 跟我来 最有钱的房子 这房子底下还有宝藏呢 最不讲究样的美食 不一样的非洲 魅力塞士尔 世界上最小的首都 塞士尔的首都 维多利亚市呢 是世界上最小的首都了 你看 为什么说它小呢 全市只有一个地方有红利灯 如果你设想一下 咱们北京只有一个红利灯的话 那该是一个什么样啊 所以说呢 这塞士尔的首都 维多利亚市还真是够小的 尽管如此 它们的路上呢 车也不见少 但是啊 交通状况是非常好的 没有什么人违反交通规则 所以说呢 在塞士尔做一个交警的话 应该是非常清闲的 其实不用问 就知道塞士尔的交警最清闲 您瞧一个个都胖成那样了 不就是闲的吗 不过说不定人家也不像闲 没办法 没得可管呢 谁让大家伙都这么自觉 遵守交通规则呢 比如就像这样 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 竟然能够秩序井然的来来往往 真是不可想象 另外维多利亚市 不仅只有一个地方有红绿灯 还只有一家电影院 一家邮电局 整个市区不到半个小时 就能走完了 您能想象到一只青蛙 还没有您的手指金盖大吗 这种奇闻在塞士尔您就能看到 原本以为在热带雨林里 找到世界上最小的青蛙 就像海底捞针一样的 没想到这位经验丰富的导游 三下五除二就找着了 这是世界上最小的青蛙 你看放在这位老兄的手指头上 绝对的比他一截手指还要小五倍 这么小而且 我说话也要轻一点 因为说的声音太大了 气吐到他身上就要跑掉了 我一定要把它拍下来 你看旁边已经有人闪摄像机 真的是非常难得 在这样一个热带丛铃里 你说说我拍的这张照片 只能看见他的手 这小青蛙好像是一只小苍蝇 落在这大手指头上 这么小一只小青蛙 世界上最小的国家 有世界上最小的青蛙 听起来太像个童话故事了 不过他又的的确确是一只青蛙 面对这个小家伙 我们的摄像师连对焦都对不实了 没办法实在是太小了 不过在最小的国家赛舍尔也不是什么都小 有大的 您看就是这个 陆地上最大的龟 象龟 世界上最小的首都 全市只有一个地方有红利灯 世界上最小的青蛙 陆地上最大的龟 最奇特的百年老店 你知道我现在要带你去一个什么地方吗 不要着急 跟我来 最有钱的房子 这房子底下还有宝藏呢 最不讲究样的美食 不一样的非洲 魅力赛舍尔 之所以叫象龟 当然是具备了很多大象的元素了 您瞧这大粗垂和这皮肤 还有这走路的磨蹚劲 是不是挺像大象的 而且这种龟 虽然生活在海岛上 但是只喝淡水 只吃素食 所以对人特别的友善 最有意思的 它跟小猫一样 特别喜欢让人挠它的下巴 其实如果我是一个小朋友的话 完全可以坐在象龟的背上 让他带着我 漫游周围的几平方米的地方 但是我实际上实在太重了 所以不忍心压到象龟老爷爷上 它可乖了 你看它这么大 其实一点都没有进攻的意识 都特别特别的温顺 叫象龟眼 其实一点都不过分 这儿的象龟 年龄最小的都50岁了 一二百岁的寿命 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您知道吗 能看到象龟真的是机会难得 因为这种动物 已经是全世界 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了 所以在塞舍尔 象龟自然也得到了 最有力的保护 最奇特的百年老店 在咱们中国 百年老店并不新鲜 有很多 没想到在塞舍尔也有百年老店 你能看出我身后的这个 是一个餐馆吗 据说在这里用餐 你可以用到一百年前的餐具 这还挺神的 而且现在的建筑的风格 就跟一百年前塞舍尔的房子 是一模一样 不过我怎么觉得 这一百年前的塞舍尔 有点像原始社会 你瞧 不过走进来发现 他们这用的餐具 可都是现代的 我也可以理解 你想来来往往 这么多的客人 不可能都用文物 都用老物件哪成 但是我发现 你看他们用的这个餐垫 还有烟灰缸 人家说了 这绝对是百十年前的物件了 但是我觉得 他们这这文物 跟咱们中国的文物比起来 没有那么值钱 和中国的百年老店相比 这塞舍尔的百年老店 还真是有点寒酸 不过人家这的经营理念 不是拼历史 而是让您感受 一百年前的纯自然感觉 说到纯尖然 这家百年老店 还有一个地方 绝对让您大师一惊 你知道我现在要带你 去一个什么地方吗 不要着急 跟我来 传说呀 这亚当和夏娃 偷吃禁果的地方 就在塞舍尔 因为这里 放若天堂一般美丽 你看 这个门上 写着 翻译过来 就是夏娃 那这个门上呢 写的是亚当 你可能还没明白 其实这里 是厕所 哇 这里面呢 幽幽的光线 这四处都是这个 天然的石头 你看这个洗手池呢 不是人工的 是用天然的 海棒的棒壳 做成的 那水龙头在哪儿啊 水龙头是用竹子做的 你看 一个厕所能修成这样 真是可见 建造者的用心良苦啊 但是为什么 用外国人心中的 始祖 亚当和夏娃 当着男女厕所的别称呢 其实这里边 是有说法的 由于塞舍尔的自然风光 实在是太美了 所以很多人都说 这里是人间天堂 世界净土 真正的伊甸园 所以亚当和夏娃 这对夫妻 自然就是生活在塞舍尔了 而且他们偷吃的禁果 不是苹果 您猜是什么 竟然变成了海椰子 人家有理由 全世界不就我们这儿 有如此特色的东西吗 多明显 这海椰子是爱情的果实啊 所以我们有权利使用 亚当和夏娃的名字 而且这么做 多有创意 多自然 不过按他们这种说法 亚当和夏娃这两口子 偷吃的禁果 有点忒大了吧 最有钱的房子 说起海盗 这可是一门相当古老的反对行业 自有船只航行以来 就有海盗存在 特别是航海发达时期 只要是商业繁荣的沿海地带 就有海盗 那么塞舍尔作为一个海盗国家 自然是躲不过这种命运了 所以早在三百多年前 塞舍尔就成了大量海盗的据点 嘿 这塞舍尔原来还当过贼窝呢 不过您可别受影视作品的影响 觉得当海盗有多风光多自在 这可是个高风险要玩命的行业呀 而且历史上很多真实的大海盗 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就拿海盗史上最有名的家伙 威廉基德来说吧 这个在短短几年 就掠夺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海盗之王 在被吊死之后 尸体竟然被悬挂在英国泰晤士河河畔 有两年之久 大海盗都死得这么惨 一般的虾兵蟹将就更甭说了 可是就有这么一位海盗 竟然能够安度晚年 而且就住在塞舍尔的西鲁埃特岛上 至今仍然很多人都认为 在这个岛上藏着大量的宝藏 真海盗咱都没见过 更甭说海盗的家了 这海盗的家是什么样的 肯定得非常恐怖吧 话说在一百四十七年前 那时候相当于咱们国家的清朝时期 一群海盗就像那船似的 缓缓地驶向这个岛屿 这个海盗的首领叫大奔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就是大奔他们家了 不过这是后来翻新的 当时肯定没有这么好 我听说现在这些家具 都是以前大奔用过的 不过我发现很多有中国元素的地方 你瞧这个造型 还有这个瓷器 你说能不能是大奔他们这群海盗 从咱们中国的船上抢回来的呀 对我听说啊 这房子底下还有宝藏呢 海盗头子把宝藏埋到自己房子底下 是不是有点地主老财 埋元宝的意思 所以说这只是一个传说 而且当地人无法说出 海盗首领大奔的更多情况 但西罗埃特岛曾是海盗的家 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 关键就这居住环境 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海盗的印象 那真是又安逸又舒服 这塞舍尔还真是天堂 连海盗都能在此安家落户 不过您说来他们家参观 得抱什么心态呢 是唾骂呀 还是为他们庆幸呢 其实很多人来这 都是因为据说这房子底下 埋着宝藏呢 甭管是真是假 说这是一座最有钱的房子 倒也是有可能的 最不讲究样的美食 在塞舍尔每逢周日 都会有这样的自发举行的集市 热闹程度相当于咱们这农村的赶大集 来到这种集市 除了感受气氛之外 尝点当地的特色美食 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目的 可万万没想到啊 这塞舍尔的民间美食 怎么都这样啊 太没卖相了 最终能让我们敢于尝试的 也就是这烤鱼了 而且这卖烤鱼的也挺有意思 竟然还会点中国话 你好 塞舍尔 塞舍尔人吃东西 真是会就地取材啊 您看这盛烤鱼的东西 竟然是树叶 不过您可千万别担心 酒店里的塞舍尔美食 还是非常讲究的 您看 多赏心悦目 让人充满食欲啊 而且米饭炒菜都有 绝对让您吃着习惯 也许啊 在今天之前呢 您的脑海中 这非洲国家就几个 像什么埃及啊 南非啊 可是今天通过 看了我们的片子呢 您对这非洲的塞舍尔 应该也有所了解了吧 这塞舍尔啊 也是非洲最富有的国家了 人家靠的就是旅游 所以说 如果您有假期 又不知道到哪去玩 我觉得塞舍尔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每天中午的12点 刘莎都会在这儿 等着您和您一起看 精彩的旅游新时空 让我们明天中午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